以我为主 中国APEC恶行状遭诟病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许中人散 但余波未了中国外交官员 在会议期间的种种表现 近日经美国媒体揭露成为话题 有评论认为 在习近平以我为主的外交方针下 中国未能体现文明外交的大国风范 早前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由于在贸易政策上分歧严重 未能发表领袖共同宣言 也是会议历史上 首次在专栏作家罗金·杰什·罗金 眼里中国是领袖共同宣言难产的罪魁祸首 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记录了中方官员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出席会议期间的一举一动 中国是这次会议的最大赞助国文章 形容峰会期间中国攻势 无所不在首都莫尔兹比港的街道上 插满了五星期主要大道上悬挂了 一带一路的宣传标语文章 抨击中方排斥中国官媒以外的所有媒体 不仅禁止外界采访习近平 与其他元首的会谈上周六 习近平与美国副总统彭斯 共同出席活动 当彭斯发表讲话时 媒体中新的网路突然出现故障记者 没法收听彭斯的讲话 当彭斯讲完 轮到习近平讲话时 网路却马上恢复正常 除了媒体根据罗金的描述 中国对亚太经合组织 其他成员国也缺乏尊重要求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举行会谈 被拒绝后中方官员是 图影闯外长办公室 其后八国外长报警 求助罗金援引美国官员表示 峰会领袖共同宣言 原本已获得成员国一致同意 唯独中国官员反对 并且在会议期间 发表长篇演说宣言难产后据报道 在会场附近等候的中方代表团 马上鼓掌香港进会大学学者 吕炳玄认为 罗金的文章只是从他个人角度撰写 未必能全面反映事实 但从中方代表团备受西方媒体关注 来看显示习近平以我为主 的外交方针 起到了反效果 吕炳玄中方官员应闯主办方外长的办公室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我们应该用文明讲道理的方法 去解决使人猜想 中方不太尊重这个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 觉得自己国力比较大 可以向人家施压 吕炳权认为 中国显然对外交体统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吕炳权其实中国对外交体统很重视 但是要人家尊重他要人家给他面子 人家是主场你把自己的国旗 和一带一路倡议铺天盖地展示 却没有得到人家同意 这是主客之分是文明外交的体现 他说中国作为大国 在外交场合 应该对小国采取平等和不卑不亢的态度 特约记者高峰 则编狐狸汉家园网边瑞哲相关报道民主沙龙 2018年12月18日 六四人物原木去世 官方称其共产主义战事 特鲁多中国居加拿大公民 不可接受中国热评孟晚舟事件走向分析 美方如何反制中国入侵万豪 2018年12月14日 中国在非洲大撒币美国如何是好 零八宪章十周年 与改革开放四十年腾标中共体制内汉奸 知多少高薪美中关系四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专题 吹嘘风小惊艳习近平柴獠牙 刘青美中共时 孟晚舟案不会影响贸易谈判评论 邀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匿名游客 告全国同胞书 核致中共汪洋李克强等高官的公开信 全国同胞们 汪洋李克强等中共高官们 美国总统川普以贸易战的方式 打响了终结邪恶的共产主义的冷战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的日子 不远了中共内外交困危机四起崩溃 以示必然 别指望苦吐虚荣 且真正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习近平 他在王沪宁之类极左门的娱乐下 只会获国殃民加速中共的面亡 中共正处崩溃前的苏联状态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更倍增川普成为终结共产主义英雄的信心和决心 此关键时刻每个中国人必须行动起来 大造舆论制造或寻找 并参与终结中共的每一件力所能及的大事 或小事摧毁中共 复兴发展中西结合武权分立统一的中华民国 为顺利和平演变 避免动乱降低社会成本 能出业力侵蚀人物 较为理想望有良 知的汪洋李克强等中共高官们 是你们做出选择立即行动的时候了机不可失 你们有川普同样的成为终结共产主义的英雄 载入史册的机会 此刻对中共党员特别是高官来说 没行动 就是等受选择或审判 会殃及家庭务必三思 同胞们为了我们和子孙后代 以行动复兴发展 统一的中华民国先宁 郝雪孙 请搜索本文在先宁最多的网页都 签上名后多转发 2018年11月21日16点56分 同步广播库新疆大规模转移穆斯林 集中迎先甘肃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 接受调查山东上千老兵维权与警激烈冲突 新疆镇压史王阵杀人如麻 为何范冰冰不用坐牢 中国最高检要求 严惩侵害幼儿园儿童犯罪 联系我们点滴的书页馆 妈妈的鬼门关 中国最高检要求各机关 严惩侵害儿童犯罪习近平 为何对文革 请有独钟高薪编辑 推荐民主沙龙 2018年12月18日 大距离 禢渐 有 colder 就不接受来 除了 又柠檬 或20日 出局 美irst 小了 吉兰 我